我們跟老師補充一下 如果您的是那個影片題的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裡面出題目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同學有沒有看 其實影片題它有一個好處 你看我 我把它打開 那這個目前是屬於Troll帳號的 就是付費的那個帳號的 但是以後是可以用的 我先給老師看一下 好 你來看一下 你看 這個是全部的統計 大部分老師都是看到這邊而已 有沒有 有沒有 後面都沒有再繼續看下去的 這位老師 你看 他跳著看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啊 那他們跳著看 你看 我把它打開 他還不錯 他後面有看一點點耶 這樣老師會害怕嗎 是怎樣 我沒看完也會被看得到 那我怎麼知道他在看到哪裡 不要客氣啦 點一下 你就知道他看的是哪裡 下次記得出考題的時候 不要出這裡 出他沒有看的那裡 這樣你了解了吧 所以其實老師事實上有很多影片的資源 對不對 如果我們希望同學回家遇習 到底有沒有看一翻兩瞪眼 還可以告訴他 你哪個地方沒有看到喔 被有發現喔 事實上當然這個只是開玩笑 只是說我們可以從這邊去了解 他同學到底怎麼看的 因為很多大部分都是會跳著看 那跳著看你就要看他到底有沒有看到重點啊 如果他只能看好笑的地方 那重點都沒看到 那我們就知道說 也許我們上課的時候要補充那一塊 就像在 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只是說這是屬於目前是屬於Flow的功能 Flow的功能 但是以後應該是就是會開放出來 所以這稍微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們以後應該是屬於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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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